由基隆市政府补助社團法人基隆市康復知友協會 在暖暖區成立的暖心會所正式揭牌開幕 辦理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的服務據點 透過共同洗菜做菜學習製作手工藝品 以及行政文書資料整理等方式 協助精神障礙者邁向復原 我們會所是今天所有的人進來 我們先當個夥伴 我們先開個公司 那我們大家開個會 我們把我們這個月 要做的餐 做的事 大家都先歸喚 所以在會所裡面 沒有主從的關係 大家是個partner的關係 謝謝你們 能夠盡心盡力來幫我們這些病友 來做一些服務 來幫他們協助他們 怎麼樣再去重歸到社區 大家互相幫忙 可以讓我們的 不管在會所裡面或是會所外面的生活 都更精彩 然後我們的其他的市民或家人 需要相關的互相的幫忙 我們也都可以互相在這裡得到一些資源的支持 暖心會所也屬於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市議員們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是也希望主管單位要跟外界說明更清楚 哪些精神障礙者可以來這裡 我想在社區裡面 特別是里長 我們里長常常會碰到有一些需要的狀況 那他們的會所要替我們服務什麼 待會再跟大家說清楚 里長夥伴可以多多運用這個資源 把社區需要的分門別類的送到各個地方 然後讓我們社會更能夠 在我們社區裡面 大家更能夠感到舒適 因為剛才里長其實有講到 就是每個月其實都會排定好工作的內容 大家一起討論 一起分配 一起完成一個我們討論出來的目標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 那未來我們說說這個據點的業務 跟發言內容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那有需求的民眾就可以來這個地方 我過去長期有一段時間 就是所謂精神障礙者的家屬 那那個生病的人就是我的媽媽 就是我在國高中的時候 他得了非常非常嚴重的腫瘤症 這個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說未來身邊有一些 你不同狀態或處境的朋友 我相信在這邊這個暖心會所 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資源 我們可以陪伴一個個案 陪伴一個家庭 慢慢慢慢回歸到社區 跟他的正常工作裡面 暖心會所是全市第二間 精神障礙者服務據點 市政府預定明年成立 第三處的服務據點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